Hello 出這條片就是5月1日 就是剛剛好來到英國的一周年 所以就來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拍 稍後會分享一下關於移民到英國一年 學到的五個課題 但是現在就先說一下我們在哪裡 我們就來到Muswell Hill 一開始落腳也有想過在Muswell Hill 島租地方住 最後沒有那麼多樓盤 這次也是我第一次過來 這裡的特色就是它是在倫敦附近一個比較高的山 另外環境很疑人 所以你可以一直看出去 就會看到有倫敦的地圖 還有呢 很驚奇地 這裡也有好幾棵 也不知幾棵的了 也有很多棵映花的了 順便來上一下櫻 我們現在就去一條High Street看看 我身後面就是Alexandra Palace 它就是一個扮演活動和展覽的場地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裡面有一個流冰場 還有有時候會舉辦一些冰上曲棍球的比賽 譬如今天就有一個比賽 但我長城就不太清楚了 還有應該是硬一點的 看看硬一點會不會更多 好幾棵 Mustwell Hill給人的感覺就是很輕鬆 還有一個很優雅的小區的感覺 旁邊的街的樓也是很統一很美 很整齊的 我們來到這一間的小店 也很有那些香港懷舊快餐店 有些茶餐廳的感覺 那些工作人員又經常在這裡自己聊天 然後那些裝修啊 實在的布置啊 都很被人感覺很懷舊 很難形容 但是對啦 好有一個平凡又有些家的感覺 那麼食物就OK啦 普通啦 大家有機會都來試一下 現在找了一個好位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集 我想分享的東西 就是呢 移民了英國一年之後呢 學到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 所有東西呢 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但是挑戰呢 總會有解決辦法的 就是想起大 差不多一年前 又收拾東西啦 搬屋啦 找地方住啦 找工作啦 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啦 不習慣啦 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啦 過程是有點艱難的 亦都有無助的時候啦 相信大家如果 經歷一些大的轉變的時候呢 都會有這個的感受啦 但是始終呢 無論你是主動去解決它也好啦 無論你是 內心點去等候機會來啦 或者 等候一個適合的時機去解決問題啦 總會解決到 所有呢 你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 如果你現在是困境的 或者你是一個 不知怎樣 很猶豫的狀態呢 有時給點時間 給點耐性 亦都有適合的時機來 去解決 來的事情 那當然啦 這些問題 天天都多 問題天天都多的 那接下來 又可能要 再找地方住啦 再找地方搬啦 那又要重新來過啦 那 接著 搬屋啊 找家司啊 重新習慣了新的環境啊 那又要時間啦 那但是 每次這些經歷呢 都會去 build up 自己的那個 那個 能力啦 和那個心態 將會越來越好的 第二樣呢 都關於改變的事啦 那但是今次的細節一點 就是關於 來到英國之後 特別是 來到英國之後呢 很多時候因為 沒有那麼方便啦 譬如是 搬家司的 要自己做啦 譬如有些小的問題的 譬如 車有些問題的 那其實 之前我有一段影片都分享過呢 嗯 車因為踏不著 就找人來 jumpstart 那 jumpstart 又要60磅啦 那但是如果你自己 有能力去處理的 可能你幾十磅 買個 jumpstarter 自己搞定 其實你已經省了 一個人一次 jumpstart 60磅那個 人工啦 那很多這些大大小小 譬如家製裝 你要砌東西啊 拆東西啊 維修東西啊 那如果你自己會做呢 那當然是省得住多錢啦 那但是 我們始終在香港呢 有一點點習慣了 就是有什麼就叫人來幫忙啊 那但是來到英國呢 就很多時候就要親力親為啦 嗯 不怕麻煩啦 和不怕學啦 因為很多東西你本身都不懂啦 但是你可能Google啦 或者你問朋友啦 或者問 各路人馬啦 對啦 根本就會找到一些解決辦法 那這樣呢 都是 來了之後特別感受心的 就是很多事情靠自己啦 嗯 自己好找解決辦法 以及自己去解決那個問題 第三樣呢 就是慢活啦 那現在在一個這麼舒服的公園呢 就特別感受到什麼慢活的重要啦 就是 做很多事情呢 可以慢一點點啦 在香港 很多事情都很快啦 就很快啦 人家要求你的速度也很快啦 變了很多時候很急啦 很少去感受一下身邊的事物啦 那所以 現在習慣了 都是星期六日呢 都是 玩cafe 吃個早餐 或者吃個brunch 然後慢慢吃 喝杯咖啡 然後 總之 weekend呢 大概就是這樣的節奏 這樣的生活啦 然後慢慢去買東西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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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量 主動地令到自己不要那麼心急 對啦 就好好享受一下這個環境啊 好好享受一下這個生活啊 那就是 慢活 第四樣呢 就是可以用自己 選擇的方式啦 和選擇的步伐去過生活啦 那特別在英國呢 之前都說了很多次的啦 因為 好像重新開始那樣啦 那你就變成 可以自己去決定很多事情啦 那這個就是 可以自己決定自己怎樣最舒服的生活啦 那 比如在公園 坐下 坐下 坐個下午 或者遲些暖一點啦 去一下 picnic啊 去一下 山灘啊 那也是 自己可以決定到的啦 因為 或者去不同城市玩啦 都是一個 離開了香港特別感受心的東西 因為 香港就是這麼大 那 特別是疫情的時候啦 很多時候就 被困了在這個城市裏面啦 但是來到英國呢 就發現 可以去的地方 或者可以探索的地方 或者可以感受到的不同生活態度 就多了很多 這個世界就不是真的那麼急速的 其實 自己可以呢 慢活下來呢 都是一種 享受你的 好啦 最後一樣啦 最後一樣呢 就是不要那麼執著 那執著呢 就是 以前呢 很多時候會以結果為本啦 就是我要做到這個的目標 做到這個的目的 如果做不到呢 就會 很困擾 或者很煩惱 為什麼好像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其實 其實 有時候 這件事 不是真的 exactly 如你所願啦 或者 不是 你完全想像到最完美的結果啦 但這時候呢 就看開一點啦 看看 那天那麼藍啦 哈哈哈哈 嗯 享受過程啦 還有 有時候 都是那句啦 有時候給點耐性啦 都是最喊的 十個字呢 就是 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放下自在 就是CAMMAN帶給大家的 智慧 放下了呢 就會生活得自在啦 就會生活得自在啦 我們聽一下 雀仔的叫聲 雀仔叫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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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是什麼? 唱歌 小小唱歌 聽風聲 聽小朋友發瘋的聲音 接著是深呼吸 希望大家都過上美好的人生 哈哈哈 拜拜 這個頻道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 那些叫什麼 療癒系頻道 我們轉型 閃 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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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響閃語 我們遲些做一個 一星期一個 閃語分享環節 好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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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